哈喽,大家好,我是安斯玉 今天一早又来潜个水 昨天水好,今天来一看水不打滴 再去看看吧 哇,好美 好了,准备下船 先去看看怎么样 这是到水下了,捡到一个海螺 这是一个海胆 这是看到一条墨鱼 也叫乌雷 在水下还很好抓呢 没想到 这是我前数日以来第一次抓到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海螺 这次的海螺个头都很大 而且捡了很多 这是一个十甲红螃蟹 这次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有点发红 这是我在摄像头上加了一个滤镜 因为水太浑了 所以说它就呈现出这种颜色 这是一条鱼 这次看到几条鱼哈 这条也很大 但是我的鱼枪在下潜的过程中 发现那个鱼枪的头美了 也没法用 这就抓到一只螃蟹 这次的水也是很浑的啊 就是 像下雪一样 你看 从屏幕上能看出来了 这次抓的石甲红 个头也都挺大的 收获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说这个水矿很差 但是还 抓了很多东西 这海螺都很大 不过这次没有发现鲍鱼啊 被扔了 刚才试了试 颗有点准 这种刚退颗的螃蟹吧 就不是很肥 所以说我们就不抓它了 是剪了一个海螺 这是在一片礁石上能看到很多 多好心 这一下剪了四五个 而且个头也都非常不错 这次因为我们下水的话 是在满潮的时候下的 相对来说水就是 平时这个地方可能也就五六米 现在基本上就是七八米左右 没有 因为属于阴历的大潮 就是刚满潮我们去的那个时间 所以说就比较滑 但是没有浪迹 那鱼 鱼还是很多的 这海螺很大了 这是7.2米啊 找一下方向 这在水下啊 必须有这个 用这个直北斋啊 这是捡到一个吊坠 嗯 要不你找不到方向 海螺不错啊 很多 看到我视频的朋友 希望多点个赞加点关注啊 粉丝马上破3000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水很红啊 就是观看起来也会 效果不是太好 这个海拨是最大的一个 因为水这个东西吧 没办法 你用再好的摄像机 它水不清的话 你照出来也不清楚啊 这是不可抗一族 10月17天假 最近又没法潜水了 因为受台风影响 这水现在很浑 烙也很大 螃蟹个头都很大 嗯 海螺 这次就是海螺螃蟹 还有那一条墨鱼 嗯 还有几个海胆啊 现在海胆也还不错了 嗯 就吃起来也还行 螃蟹还是不少的啊 嗯 随着天气这个越来越冷吧 这种野生的螃蟹就开始肥了 基本上进了10月底到10月份螃蟹就这么野生的就很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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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货很棒啊 嗯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是 水上面有那个快艇经过 哎 找找方向 现在是6米5 6米3 开始出水了 这是上水了 那带着预警上来看都是红的啊 嗯 嗯 因为离着这个 这个下水点还很远啊 所以说得靠推进器往那带一下 太远了啊 这是回来了 回到这个下水点了啊 这点水 还凑个 收货还可以啊 捡了个大墨鱼 螃蟹 塞螺很多 就上去给大家看看 那今天收货啊 还有一个墨鱼 这是牛墨鱼 这两个 海螺一大堆 捡了不少了很多 鱼墙 鱼墙 这下面 看到不少鱼 那鱼墙的那头上不在水里钓了 看到 鱼墙的那头上不在水里钓了 没啥用了 今天天不好 有雾霉 雾蒙蒙 雾蒙蒙 钓鱼的不少 我们这个地方已经上来了 今天就开到这了 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点赞 转发 关注 下次再见 拜拜 这个大螃蟹 这个大螃蟹 大不大 哇塞 这个有半截了 我的脸一样大 没有 十几个 和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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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盆好 很大 因为很大的 但是 那个时候我讲的有些大 最大的可不 更大的 更大的 海鲤 海鲤 这一大盆海鲤 超大的海鲤 超大的海鲤 这一大盆 海鲤 现在的生蛋也可以 海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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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鲤 啤酒 来一套 很肥 慢慢的 好 海鲤 海鲤 很肥 亏 海鲤